哈喽,大家好 小猪佩奇拿着一个硬币来买东西了 看看它会买到什么呢 它选了中间的这个按钮 诶,这是一包什么呢 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米奇 哦,这是泡澡球玩具 那这个系列的小玩具呢 是飞机的 一共有五种 我们来看一下背后的这些小飞机 那你们喜欢这里面的哪一个呢 我们剪开看一下里面的泡澡球 是一个黄色的球 还很香呢 这里面会是哪一个飞机呢 小猪佩奇非常开心 它把球带回去了 啊,不好了,有怪兽 小猪佩奇吓跑了 怪兽追上小猪佩奇 把它夹起来了 大家知道这个奥特曼怪兽叫什么名字吗 哇,太好了 银河奥特曼来救小猪佩奇了 它的火花枪 一下子就把怪兽打倒了 小猪佩奇非常感谢银河 银河说不用客气 他还要去打其他的怪兽 先走了 小猪佩奇和米奇还有米尼 一起来泡澡了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 是哪一个小飞机玩具呢 好多黄色的泡泡呀 哈哈,泡泡把小猪佩奇全都盖住了 我们再加一些热水 哇,这次泡泡更多了 完全看不到小猪佩奇了 米尼看到这么多黄色的泡泡 忍不住的玩起来了 非常的舒服 米奇也来玩一下 好好玩的泡泡澡啊 里面的小玩具应该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呢 来找找看 诶,一个小球 小飞机放在了这个球里面 我们把小猪佩奇拿起来 透透气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哪一个小飞机 哇,是米尼的 太棒了 好漂亮的米尼飞机啊 这辆飞机要是能够再大一点就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还有其他的飞机 你们喜欢哪一个呢 小猪佩奇 非常的喜欢这个小玩具 他要带回去给他的弟弟看 这是面包超人的汉堡店 非常的可爱 小猪佩奇 小猪佩奇来到了汉堡店 他想看一下菜单上有什么好吃的呢 他看了一看 想要一个汉堡 炸薯条 还有一杯可乐 那我们一起帮小猪佩奇 我们一起帮小猪佩奇准备这些好吃的 我们一起帮小猪佩奇准备这些好吃的 首先是汉堡 首先是汉堡 这个是面包超人的汉堡 哈哈,正好滚到了小猪佩奇的面前 我们用夹子把它装到盘子上 接下来我们要炸薯条了 好香呀 还有一个盒子装着呢 接下来是可乐 好的,装满了 有这么多好吃的 小猪佩奇非常的开心 先来吃汉堡 看一下味道怎么样呢 哇,好好吃呀 还有薯条 薯条也好好吃 小猪佩奇吃完 还要给家人带一份 他开开心心的又走回汉堡店 这次他要芝士汉堡 还有鸡肉汉堡 然后还有鸡块 还有苹果派 好的,先来两个汉堡 哎,汉堡怎么变成了一盒零食 这是什么好吃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哇,这是巧克力饼干 还可以做成一个小店铺呢 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打开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有一袋巧克力饼干 还有一个塑料盒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盒子里面还有硬币的图案呢 一会儿我们要把它剪下来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面的巧克力 有什么图案 哇,有绿色,粉色,橙色,还有白色的巧克力 这些巧克力的图案都非常可爱 你们知道这个图案是什么吗 是一只鱼还是什么呢 知道的,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 这个有心形还有蝴蝶结的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呢 这是小汽车 然后旁边这两个大家觉得像什么呢 是火箭吗 还有这些花盆的形状 你们觉得哪一个花盆最好看呢 那我们来把这个包装盒呢 做成一个小店铺 沿着这里撕开 然后再把两边也撕开 再把上面压下来 好的 一个巧克力饼干小店铺就做好了 小猪佩奇走到了窗口 你们要买点什么呢 哇,好多可爱又美味的巧克力饼干 小猪佩奇好高兴啊 今天买到了这么多可爱又美味的巧克力饼干 他要带回家 给他的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 乔治弟弟快来看我买了什么好玩又好吃的 乔治弟弟看到有这么多可爱形状的巧克力 也非常的开心 猪爸爸和猪妈妈要和他们玩过家家的游戏 他们做小店铺的老板 乔治弟弟来到了巧克力店铺 一下子就把第一盒巧克力全都吃光了 接下来是佩奇 他也三两下就把第二盒巧克力也吃光了 他们今天都玩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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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都玩得很开心